你好 你好 欢迎大家分享 今天这个主日 是上年纪第十四个主日 我想今天问下你 你心目中天主是怎样的 是否很伟大 是全能一言创造一切 是威严 你觉不觉得 有时候我们人很强调这件事 天主是全能的 是全知的 他会审判这个世界 他会毁灭所有的恶人 但是今天呢 如果你很平静地听这个圣经 可能我们对天主有另外一个看法 很多以色列人都有这个思想 既然天主一定是全能和威严 所以他所派的默西亚都是这样 默西亚应该很威严 很全能一句话 毁灭他的敌人 但是实在 耶稣来的时候 以色列人为很难 迎接这一种默西亚 那么软弱 那么谦虚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 你看 今天的福音记载 耶稣说一句话 他说 那时候耶稣发言说 父啊 天地的主宰 我称赞你 因为你将这事瞞着了 智慧和命达的人 而启示给小孩子 耶稣是多谢天父 将一切的默西亚的道理 是解释给小孩子 他当他的悶度都是小孩子 那些跟耶稣的人 多数大部分是群众 是平民 不是施制掌 不是黑禄德 不是罗马人 是很平民 今天说是平信徒 他多谢天父 启示给这些人 然后耶稣说 你们都到我面前来 我要使你们安息 耶稣欢迎所有的小孩子 教出真心 相信爱与真理 重要度过去 争取不舍弃 平安里 我得到力气 为负负 为求伯介 万真 恩怨 打我良膳 仍久没退彼 平安得死 平安得死 今天的读经日 是一个小先知 参加利亚 善致 他是在耶稣之前 大概四百年 当时 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 巴比伦的冲军完成了 他们回来 第一件事是建圣殿 但是 圣殿很简单 挺简单 跟撒罗门的圣殿没得比 我们现在叫做小先知 有几个 有十二个 大家知道 小先知不是说不重要 不是这个意思 小先知是他们留下了 写的资料不是很多 那叫做小先知 如果一个先知留下了很多写下的资料 好像伊萨利亚那些 叫做大先知 又有多些资料 但是 都是一样是先知 国民那些先知 是告诉以色列人听 不重要的 你很记得 撒罗门这么威严的圣殿 这么伟大 因为很多外籍人来伊萨利亚 朝圣因为要欣赏这个作品 艺术的作品 但是 他说你记住 上主的默沙耶 他会入这个简陋的圣殿 所以变成了 如果你相信默沙耶 会入这个圣殿 你会觉得这个圣殿真是伟大 这里 资加利亚这个小先知 形容将来的默沙耶 刚才我说了 大部分的以色列人 他们所期待的一个威严全能的默沙耶 要毁灭罗马人 罗马军队 都要失败 但是 资加利亚已经预言 将来 要入这个圣殿的默沙耶 是一个 你的君王 来到你者里 他是正义的 他是谦虚的 他会期在路上 一个路仔 我们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但耶稣很喜欢那个路仔 那个donkey 没有理由当日一个伟大的君王坐一个路仔 多数会坐一个君王英勇的威严的马 海打仗的马 路仔怎么会打仗呢 他说他会谦虚的 我想跟你说 今天的答重荣 继续形容一点点 那个天主的本性 我们的幻觉 我们的幻想 天主是很伟大 很全能 但是这里呢 这个是一个祈祷 在祈祷当中 写这个土文的信徒 是这样说的 他说 上主慈悲惠惠 上主尚患于法怒 人爱无限 是慈悲的 慈爱的上主 当然很脆弱 因为爱呢 是脆弱的嘛 如果天主爱人 那个人要自由地回应 他的爱不是被逼 不是因为怕那个全能 才会爱嘛 你怕一个人 根本没可能会爱 所以可能 是我们的幻觉 使得我们对一个 这么谦虚的麦西亚 感觉到是很难接受 尤其是 这个爱呢 愿意献身 献自己的性命 变成了人家 去将它钉在十字架上 在哪里呢 这个默沙亚的威严呢 一根夫妻挂着 恋恋居所 照顾候了 孵蛋中暗床 书收上 用生命 用爱结花过 《彼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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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有一个结论 你想想 你们结婚的兄弟姊妹 你做丈夫 你做太太 你们之间当然有爱 那个爱从哪里来 是否你很怕你的丈夫才爱她 或者是因为你的丈夫是很威严 很出名 很赚到钱 很聪明 你才爱她 如果有一天这个这么聪明 这么赚钱 忽然间变了 赚不到钱 又没有那么聪明 怎样呢 你的爱都没有基础 那你爱你的太太 为什么呢 因为她好听你说 因为她是一个忠于你 是一个很努力做事 什么都不计较 那如果你一天 这个人会变了 会独立些 要求多些东西 那怎么办呢 那个爱里面 各位 天主是全能的 但是天主的全能 不是我们人所想象的全能 天主一然 創造一切 但是天主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魔术 天主是耶稣所啟示给人 那位的父亲 阳光照耀世间 不分你我 拿出诚意 从危难协助 看这体造和平的爱 静心透 这世界不变改 他的欠信 宁静 让爱带来 平安 得诚信 信 平安 得诚 得响祝福 因我为爱活下去 得响祝福 祭床不怕面对 得响祝福 不怕爱会后退 得响祝福 倘尽天静里 平安 得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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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